其實國民黨根本搞不清楚 中國共產黨在幹什麼 為什麼這麼講 因為二次協商的時候 我們提出了早期收穫500項 結果收到最後停手只剩下300項 那結果對方竟然 對台灣的早期收穫要提出700項 那你看這個中國共產黨 它有誠意嗎 沒有嘛 所以說我還是在這裡奉勸 罵英九政府你要小心 好 我們來聽聽第四位土城的李先生 李先生你好 你好 請請說 剛才大家 都說這個 裁經的問題民眾不滿 雖然是低色的傲慢 但是還是屬性 但是有雜生就有雜生 不會啦 那雜生的這個三項到底是什麼 大家不了解 另外就是說 就有立在TO的這個基制嘛 對不對 FTA嘛 為什麼 中國跟台灣不簽FTA 要加一個這個 會發 會再發去 會再發 會再發 雖然 當機制也好 這個豆腐營業也好 我們租店也好 我們租店也好 我們租稿也好 都說到 這樣在選手 但是 我們故意 我們民眾不滿 謝謝 李先生謝謝你的意見 我來請問敏鳳 你剛剛提到就是說 你覺得這個 蔡主席他在這場 這個辯論會 可能會燒戰上風 那麼剛剛我們有很多 觀眾朋友提到 就是WTO的經驗 那當初蔡英文 她是參與這個WTO 大家會說 你現在立場是不是不一樣 當初就是 臺灣的確享受到WTO的一些成果 那現在你來反對 ECFA的這個立場 又是什麼 您自己覺得呢 對 我這個就是 民眾自己要解釋的 就是說 同樣是一個免關稅的貿易協定 如果你是這樣定位的話 那你為什麼當初 當初去談WTO這些 那我覺得 我覺得講這些 當然是比較後話 但是我覺得作為一個執政 有經驗的一個政黨 他應該提出來 當時WTO是怎麼去援助那些受害產業的人 我覺得這個會是比較有建設性的 對 它有的經驗提供 就是說既然是這樣的一個協定 我們就是兩岸一定要有一些免關稅 這個是不可避免的 那如果你簽下去之後 你對於那些受害 當然這個又會講說 你又挑定說 要簽了一個架構裡頭 但是我覺得還是作為一個在野黨 還是要提出一些比較建設性的 就是說過去這些什麼樣的 找收清單是合理的 甚至於說什麼樣的產業 你要有什麼樣的配套計畫 我覺得這個方面 如果明年能夠提出來的話 對他自己本身的形象會比較好 因為你不可能就是說 完全斷絕跟所謂的一個中國的交往 那如果說你提出來 永遠只是說 為什麼不簽FTA 為什麼不是 為什麼是港澳台的官員來 是不是中央來 那這種問題就完全沒有解 就是說但是這個這場的辯論 我覺得執政黨會比較有一點風險 那你說你剛才列的第一個說 這個簽了這個ECFA之後 會不會保證FTA 我覺得我建議執政黨 也不要去幫中共背這種書 我覺得當然基於經濟的需要 我們需要跟它往來 但是中共畢竟它是一個政治風險 還是蠻大的一個國家 所以我覺得說你在 就怕這場辯論之後呢 在野黨是取得它要的 可是你執政黨又變成被打成更輕忠 因為你整個在辯論會裡頭 不停的在幫中共做一些背書 我覺得這個是整個馬英九總統 或是執政黨在這場辯論裡頭 一定要慎選它的策略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副主委我想請問您 您剛一直提到就是說 您希望就是ECFA能夠以經濟專業的 角度來這個呈現 那麼剛剛很多觀眾朋友 也提到這個WTO 是不是跟ECFA可以相對比 那您覺得呢 基本上我覺得我們簽WTO啊 是一個不得不為的行為 也就是說我們在中國的力量的崛起啊 這個世界都不能夠忽視 也不可能完全沒有看到的一個 現實的狀況底下 如果我們不簽也是一個選項 也就是我們不作為是一個選項 簽ECFA是一個選項 那麼可能有第三個選項 但是到目前為止啊 民進黨並沒有提出第三個選項 他們堅持的是第二個選項 也就是說暫時不作為 那麼比較起來的話 所有的學者其實是認為說 那麼暫時不作為這件事情啊 那麼至少在短時間之內 我們立刻會受到一些重大的損害 所以我們其實簽ECFA 我個人一直覺得啊 我們也哀驚勿喜啦 我覺得是兩害相權取其輕啦 那麼我覺得我們其實 是一個不得不為的作為 那麼這件事情對台灣 不一定有很大的利益 但是可以降低損害 這是我個人的一個看法 不一定有很大利益 但可以降低損害 所長您認同這樣的看法嗎 我先講一下WTO跟FTA 其實WTO是一個多邊的架構啦 有很多自由貿易的推展 都速度都沒有辦法很快 程度也沒有辦法很深 所以WTO的在相關的規範 才開了一個24條 讓我們可以跟其他國家 來簽自由貿易區 對 那中國的這個部分 確實跟其他的這個經濟體 有一些不同 所以它影響也會有點不同 大家可以想想看 那是很簡單的道理 我們今天如果跟中國談FTA 跟我們跟美國 或其他大的經濟體談FTA 它的經濟課題一定會有所不同 那以中國的這個部分 不管是勞工的疑慮 不管是中小企業的疑慮 我想它也無可厚非 最重要的是 今天如果我們認定這一條 是一個最好的選項的話 政府在所有的選項裡面 它有沒有經過評估 為什麼簽ECFA 是一個重要的選項 其實政府我想它應該有它的一個邏輯 跟一個立場 那為什麼兩年來一直談不清楚 因為有很多細節 有很多重要的細節不願意去談 那我覺得現在既然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未來也已經要處理一些相關的問題 再加上有很多人比如說 杜教授我再宣傳一次 他提出了一個退場的這個機制 以至於我們開始在很多部分 我們可以開始做 我是希望可以開始做下來 一些其實我剛才講過就是說 當群眾都很關心 但是卻沒有足夠的專業來判斷的時候 其實這樣的條件之下 專家跟專業幕僚 正好是可以發揮到專長的時候 那我是覺得這一類的溝通千萬不能停 一定要持續下去 好我要回到這個杜老師 剛剛這個所長也提到 您提出的這個退場機制 那麼您覺得 未來這個雙一會 你如果用一句話來說的話 你會對他們有什麼樣的期待 對他們的期待 就是把話說清楚 有話好說 不要陷入意識形態 把問題談清楚 然後把對策拿出來 執政黨的確太輕忽了這個東西 在一開始到現在這段期間 所以到現在逼得馬總統 必須要親自來護衛 如果把當時 把研究工作做得更好一點的話 其實很多問題可以避免的 比方說這個入牢 會不會進來 很多民眾還認為 大批的大陸老公會來搶回 對 他都完全不來的 可以搶回他的工作 他都完全不來的 可以搶回他的工作